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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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行政警察是我比較有興趣的 那因為人生有很多條路可以走 考試是其中唯一的一個途徑 那我就選擇這個考試 然後來改變自己的人生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因為我是高指生 那當然就是在學校服務 可是因為學校放學之後呢 那我就有自己的時間可以去圖書館 法科 然後共同科目下去做準備 通常共同科目的話就是利用零碎時間 盡量不要去排輯到專業科目的時間 因為專業科目還是比較重要 國文有分三個 測應題 作文跟公文 那測應題的話一定就是要利用零碎時間 做考古題 那漸漸去熟悉那個測應題的出題方向 那如果是作文跟公文的話 一定要去計時說 我今天寫完作文跟公文差不多是多少時間 公文不外乎就是格式 老師上課的時候會講一些技巧 還有那個英文 單字的話我是以高中高指的課程為基礎 那再往外延伸到就是 比如說也可以看一些短篇文章裡面 有一些單字跟文法 那個也可以作為 吸取一些知識的一些方法 然後專業科目的話 我們今年是憲法、行政法跟法學訓論 那這三課都是以選擇題為主 老師上課的課本講義就是 都是密集就很厲害 那就是自己要讀完讀熟之後 然後再了解說重點在哪裡 那再搭配考古題來做結合 升倫題的話就是一樣 就是按照老師上課的進度來做安排 要預習當然也要複習 注意的就是要審題 審題要審清楚才能下筆 那回答才能精準 然後才能得到比較高的付出 法學學院的一個老師叫做成立 他上課就是會時不時就是鼓勵大家 因為在上課那種 有時候就是氣氛比較沉悶的情況下 那老師一個提點或者是一個消化 或者是一個鼓勵 就會讓我們又重新充滿希望 我覺得這個部分幫助我們蠻大的 在下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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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習慣